2022年3月 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里的 传媒博物馆 进到金一丹 这里收藏的广播电视设备 勾起它许多回忆 就这些设备 那这个是啥年代的 是八十年代的 然后后来这个用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看着还是挺亲切的 这个是我们在广播站的时候 用的那个音机 就当知青的时候 那个广播站 然后当时用这种录音机 录下我的一个声音 我就说那个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 然后当时我放的这种唱片 放一个开始曲 然后呢 把声音见页 我就说 新盛临场广播站 现在开始广播 就这种 金一丹已经退休七年 我们见到他时 他和在之前的节目中相比 看上去要轻松不少 这个曾经每晚7点38分 准时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 第一频道的面孔 不知不觉已是很久未见 而在二十多年前 他正式在那档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节目中 为全中国的人熟知 90年代的初期 1993年到1994年 那个时候是整个媒体都在发生着变革 其实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就决定了 那个时候是一定要出创新的 焦点访谈的制片人跟我说 我希望你到焦点访谈来 那焦点访谈的旗帜上写着 舆论监督 这对我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因为我在经济节目 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 凡是有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 都让我特别的兴奋 我说这就是记者干的事 地形我这么喜欢 我能成为他们吗 我以为能 所以我去了 当然发现我不能 经历了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我很犹豫 很多时候 人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静一丹 常常是微微皱着眉头 说话不紧不慢 语气温和 但总是说着不太轻松的话题 这张地图上的黄颜色 代表着现今中国的贫困地区 我们几路记者 吩咐西北 西南 东北 华北 十六个堂肯训 像这年轻姑娘媳妇什么的 也洗不上澡 哎 媳妇少的 哪里洗 担心什么 担心就是怕开不了学 不能上学 比方说我一发问的时候 就容易心 你比如说 我在早期教练访谈谈 里有一期节目 它是把地图给引错了 那如果比较锐的提问 应该是 你有没有考虑到 对于地图 这种特殊的工具来说 印错了 会带来怎样的 连锁的负面效果 这个问题就很锐 你直接说到后果 是吧 可是我对面 那个年轻的责任编辑 就让我 一开口就变成这样了 说你过去印过地图吗 那这个方向就变成了经验 因为我内心就是这样想了 它不是诚心的 它不是恶意的 它只是没有经验而已 是吧 尽管后果很严重 然后一开口就变成了 这样一种提问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想 我这是不是 这很不交点访谈是吧 很不交点访谈吧 但是我也没办法 这个战胜自己内心的冲突 我说出话来 就要留有很大的余地 然后这时候就显得 没有锋芒 然后我的同事也说 说那个金大姐心太软 但又是一些什么具体的事 让你觉得我可以 其实到最后 我也没觉得我可以 我在这个新闻现场 尤其是这个 剧烈冲突的这个现场 比如是什么事情 我到最后我觉得 我也不如我的一些同事 听说这个学校建校 这个18年来 今年还是第一年有毕业生 你觉得他们能够 顺利地进入中学吗 他兴趣的很快就是 这也是一件两难的事 是 是 后来的事情 今天有多大岁数了 54了 54了 54岁啊 这是你家呀 你有孩子吗 包括我们制片人 人也会说 就是好像我不够锐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在想 我是不是选择错了呢 就是我喜欢我不一定胜任 我这个工作上的需要 和我的性格本身 是有冲突的 就一直是这么矛盾着 说我看到别人 我的同事们都很有战斗力 我很欣赏 但是我未必自己能做到 然后我自己也在想 这事很有意思 我说江夏是这样一个 不够锐的一个主持人 在一个很锐的节目里头 坚持了很久 我主持教练版主持了20年 那这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也让我对这些节目有所听解 这不是金一丹第一次遇到自我怀疑 1976年 21岁的金一丹 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广播学院 她是最后一届公民兵大学生 金一丹所在的76波音班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9位同学 那时的大学生基础层次不齐 一开始她在专业上并不属于优秀的 其实我来学校报到的时候 负责学生注册的老师问我 他说你从那来的 哈尔滨 你叫什么名字 金一丹 你来这做什么的 知青 老师说你这东北味够浓的 我说你有东北味吗 我从来都不觉得有东北味 我是很自卑的 一开始 第一关就是我怎么样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看清自己 公民学院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全班同学的水平是参差不齐 有的从来都没有在话筒前工作过 像我是在基层的广播站工作过的 还有的同学已经在省电台工作了 所以一个班的同学是不同的起点 在省电台工作的同学 都能教我了 然后老师说什么东西 我都有点懵 就是很久很久不读书的人 一下子回到课堂 我懵的那种感觉 我差在哪儿 是吧 就那个时候我意识到 就是你喜欢这个专业 特别想把话筒签 但是你能不能适应不适应 胜任不胜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最怀疑自己的那段时间 一次考试后 金一丹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优 直到今天 他都还记得老师给他优的理由 这老师就说 为什么给你优呢 你是基础不如很多同学 但是你注重内容 这是最根本的 其实这个时候 就这种点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就让我有了一种认识 有了一种判断 也慢慢地有了一种自信 其实这个点拨后来影响着我 一直影响到现在 就是内容 在我们的表达中是最重要的 是吧 那么如果说 我当时就停留在 我怎么样克服自己的东北话 怎么样 把自己的语言技巧提高的话 那就没有状态最根本的东西 之后的几十年荧幕生涯中 金一丹一直在问自己 什么是自己想要抓住的 最根本的东西 他说自己没有别人的犀利和尖锐 但他就是喜欢捕捉和记录变化 哪怕是看上去平凡的 微小的变化 从2019年开始 他和老同事一起重返 十多年前曾经报道过的地方 我的爸爸妈妈在北京 你去过北京吗 没有 你想去吗 2006年杨雪莉十岁 在琼来甲冠镇草池明天小学独四年级 雪莉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她的父母在北京打工 雪莉带我们到她父亲贷款修建的新房 新房修好后 他们一家三口还没来得及好好地住上一阵 为了还清贷款 父母又外出打工了 那字是你写的 杨雪莉 郭荣美 杨赵玉 那是谁 你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是在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写个这一字吧 还是原来的团队我们也没有失散 我们还那么默契 我们不用谈为什么 我们之间没有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回房 就是这在我们之间是一个默契 这还用说吗 然后我们就来回房了 十三年后 新闻调查记者再次来到雪莉的家乡 是雪莉吗 都长这么大 这次我们打你 这是我们的二百 走嘛 这是 这是我妈妈 你好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你 没见到你 但是我看到一个你的名字 我看到你的名字是雪莉写在墙上的 我们在外面发布 十三年前的小雪莉 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些孩子让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后来 就是后来呢 就在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里 这些小人物 像小草一样的孩子 后来变成了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 那么后来当这个回房实现了的时候 特别有一种满足感 我是想看到变化 我是想记录这种变化 我好奇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 就这些曾经很弱小的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就觉得 如果一个媒体人 没有这种好奇的话 他也不会做那么久 雪莉五岁时父母外出打工 上初中以后 母亲才回到她的身边 雪莉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 雪莉结婚生子以后 雪莉的丈夫也开始外出打工 大宝和二宝的爸爸现在在哪呢 都是为了生活 都是为了生活 也都是有一种不得已 我觉得作为媒体人对这种记录 是特别有意义的 哪怕是微小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 很本质上的就是在记录 我们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我们至少能记录 我感觉到就是 对于这样的节目来说 任性比激情更重要 您想要获得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人是会忘记的 但是作为媒体人 作为一个十分断次的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次 应该有意识地对抗这种忘记 那有意识地对抗的一种方式 就是记录 您害怕忘记吗 我特别害怕忘记 我觉得忘记是 会让我们的后来付出 很大的代价的 一位新闻学教授 在金一丹的书评里 这样总结了 金一丹的职业历程 作为记者 主持人 他的遇到不仅是个人的 更关联着一个国家 和时代的发展轨迹 二十年的时间 其实二十年 我们的经历多少变化 我们的社会经历多少变化 然后我们的媒体环境 栏目 其实都在变化 所以这时候的耐力 耐力里边包括理解 包括那种对环境的理解 对历史进程的理解 那就不仅仅是自己 镜头前 话筒前 这么一小块空间 对更大空间的理解 我们可以想到 当他们又搭起台子 唱起戏的时候 就又会看到孩子 这样的笑脸 那么现在公众知道了 这个空气质量以后 是不是只满足于知道 有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呢 全国亿万双眼睛 都焦急地关注着 这几天香港回归 十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 在香港和内地举行 下班了 王桂花和他的工友们 将乘搬车回家 我想不到一个小时 王桂花就可以坐着搬车 回到他乡村中的家 在你离开央视 要退休的那一刻的时候 你觉得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舍不得的 当有准备的时候 就是一种从容的告别 没什么 就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 就是这样 明天就是五一了 焦点访谈在这里 祝您愉快 2015年4月30日 是靳一丹退休前的 最后一期节目 结束时 他朝镜头深深地聚了一宫 很多网友感叹 一个时代过去了 原来我想新媒体来了 然后就是狼来了 我说就是狼来了 也威胁不到焦点访谈 可能威胁到电视剧 文艺节目 他也威胁不到 我们这样的节目 然后当微博出现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一种力量 就是扑面而来 我首先感觉到 就是年轻人在远离 远离传统媒体 那如果我们这样一个栏目 没有了年轻观众 我们还有未来吗 就这个时候 我们会失去他们的 这个时候我开始 注意到 就是未来可能会怎样的 但是我还是有惰性的 我还在想 每当别人问我 你怎么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我就说 让白银松他们去退休 反正我退休了 那我就过来 那这等一会儿 把这个管子 正面带出来 对 正面带出来 我们还说 金当大一盒本来是修到了通州的 对 那怎么让它进入 这儿呢 怎么进入到这个中联码头呢 咱们约定一下 谁说话呢 我就看 从2021年开始 金一丹在网络平台推出一档和博物馆有关的节目 他挖掘和记录一些不是很著名的博物馆 有些甚至深藏于大学校园内 换句话说 这些博物馆都不属于网红打卡点 他说 这些博物馆激起他想去传播的欲望 其实我想体验一下 我这么传统 甚至老旧的这个传统媒体人 那面对新媒体 我也想试试啊 用新媒体的方式怎么传播呢 设计是90后吗 90年 对啊 特别小 特别年轻 让他碰撞 我原来觉得可能我们说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 我原来觉得他们都是小孩 后来我发现 我内心里是那么希望和这些小孩在一起 就是你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过程很愉快 我经常做完了以后 那个博物馆的 反正博物馆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比方说我们去家书博物馆 家书博物馆 是深藏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博物馆 我特别喜欢 家书里面就是太有温度了 我特别想讲那些家书里面的故事 于是我们去中文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然后讲了一些家书里面的故事 讲完了以后编导的 给我一个提议 他说 能不能在这儿给你爸爸写封信呢 那么在我姐姐下书的时候 我爸爸感到站台送给我姐姐一支钢饼 他和女儿告别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是 给家书写信 今天在家书博物馆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父亲的信 我们也走进了信中的父亲 在父亲节 我们能不能给父亲写封信呢 因为那个节目我们播出的时候是在父亲节 可以方便知道您当天写下了什么内容吗 这个小伙伴给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我父亲去世了 而且刚刚去世不久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开头 就是我特别希望 能用一句话就表现出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和他们之间那种至亲的关系 所以我写的是 爸爸 你在天堂找到妈妈了吗 我并没有写很长的信 而我的家庭是特别在乎家信的 我父母留了1700封信 后来我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日子 把这些信编成了一本书 所以在家书博物馆里 这些信是让我受到触动的 也是产生内心的共鸣的 你看过去我做这个传统的媒体 像焦点访谈这么一个 这个严肃的情况 我是不可能把这么个人的东西 放在里面的 但是新媒体是可以的 我过去就没有想到 然后他提出了以后 真的是他一下子点燃了 我心里的一种愿望 我可以有这种很个人的表达 在公众媒体工作的这些年 金一丹的表达始终要保持冷静 以及客观中立 端庄沉稳和大方 也成为了他的标志性特点 金一丹说 其实小时候的自己 并不是这样的 你看那有几个同学特别活泼 然后那个眼神 都显得出一种特别青春 特别活泼的样子 那种青春的那种光芒是遮不住的 你看那有几个同学特别活泼 你能猜到这里边哪个是我吗 这个是 那个时候 这些都是对应的 然后我们同学 女生们看到这个图以后 没人都在这里说 这是我 这个吧 这个是您 对 你怎么想到的呢 我觉得您就是那一种 中规中矩的 目不形式 穿着一身蓝衣服 然后头发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那个短发 所以在这幅画里 就可以看出我当年的样子 规定规范的人 一定要关闻正正地站着 对对对 但是我当时是非常那个 就是自我拘束的 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 就是情不自禁地在 约束着自己 您都在约束这些什么呢 约束自己的行为 举止 然后让自己目不斜视 每天从宿舍到图书馆 走的路上都是目不斜视 然后脑子里想着就 好好多说什么 您觉得您现在有在想说 当然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 一些 不仅是那个时代 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性情挺活泼的人 这是我妈妈告诉的 但是在 非常时期 家里的变故 社会的变故 就让我一下子长大 末代工农兵学院的 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上 因为您曾说 你说我怎么那么像谢惠敏呀 说从小到大 曾有多少过忙从僵化 什么叫理智地面对复杂社会 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吗 我有观察 质疑的能力吗 今天我还要当谢惠敏吗 我很想要 很想要通过您自己的 这一辈子的经验或者实践 或者是可能不断地重复地 去回到这些问题上 去比对一下现在的自己 和那个时候的自己 当年我在 大概是在77年78年吧 当年我看到刘新武的小说 班主任的时候 就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触动 那里边的主人公谢惠敏的 就让我有一种自省 我那时候就很像谢惠敏 就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 就像谢惠敏那样 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然后盲从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质疑 是吧 心里也不太有问号 思想上很苍白 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受到了触动 而那个时候的大背景呢 是真理标准讨论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 就是那个时候 我真能感受到自己的转变和成长 然后后来呢 慢慢慢慢地就在提醒自己 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有了一些独立的意识 后来到了焦点访谈以后 质疑就成了一种习惯 成了我每天工作的工作方式 那后来呢 就是经常质疑 经常反问 经常产生问号 以至于人家看着我都很累啊 天天皱着眉头 是吧 以后就变成了 后来大家在焦点网谈里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书记的样子 现在你会经常有这种害怕和担心吗 有 一年年长大 对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事 让你觉得特别难 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再接着上高中 我抽到通知书 然后就没去 为什么不接着上高中呢 痛感是我们社会需要的 我们如果没有痛感的话 那很危险啊 当你机体发生情况的时候 你都不察觉 这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要保持痛感 而这个痛感呢 有的时候是刺痛 后来焦点网谈设立了总主持人以后呢 我更多的是作为总主持人 总主人是需要退后一步的 他不是面对面的 锋芒毕露的 他恰恰是需要沉淀的 退后一步的思索 在这个位置上我慢慢觉得 也许我更适合在这儿 比如说这个焦点访谈的 最后的那几十秒的话 那我是要有思索的 也要留余地的 是吧 既要点到 同时呢 又要给观众留下思索空间 所以你说什么叫句号呢 当我退休了 把这些故事写在书里 这就是句号了吗 也没有 故事还在延续 是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十系直通车 这故事还在继续